手语原本是聋雅人士之间沟通的工具 马来西亚慈祭志工一开始学手语 是为了跟聋雅的照顾护沟通 现在慈祭志工结合佛教经典 用一双双的妙手庄严说法 这一幕震撼人心 1500人的牵手牵眼 就是三尊菩萨的化身 这是今年新春期间 马来西亚慈祭人在槟城公演 《亲近大爱无量艺》音乐手语剧 《无量艺经》是此季宗门奉行的经典 禁私法脉的精神衣归 2007年全球第一场 《亲近大爱无量艺》音乐手语剧 在台湾花莲公演 马来西亚志工仅是台下的观众 然而在当时他们就萌芽这个念头 要把这样的形式搬到马来西亚 2009年终于在槟城首度演出 舞台上志工排列成一艘船 这慈禁法船启航 三年时间航向了九州十地 观众超过十万人 马来西亚离台湾是那么遥远 可是那里也有一粒粒的种子 菩提种子 他们都有发心力验 那一念心很增长的那一念心 那就是佛性 他们发心力验 要传净师法脉 要在那里起开慈禧中门 慈禧首语的缘起可追溯到1981年 正言上人结束台湾全省访评后 有感于志工面对龙雅照顾护时 不知如何沟通 因此在慈禧委员联谊会上 叮嘱志工学首语 轻轻的一句话 海内外动起来 这一段早期 马来西亚访式画面中 就看到志工与首语与照顾护互动 1995年3月 慈禧马来西亚分会正式成立首语队 自此以后 大大小小慈禧活动 首语演出成了最活泼的面貌 现在更是一种使命 因为天地高级 灾难频传 进化人心工作不能等 这几年首语就成了 进化人心快速传递上人的法的工具 然后透过这个大型的演绎 我们接引了不同年龄层的人 从小孩到大人 不但如此 我们师兄师姐还共修灾界 来前程 接生前程 原本是和龙雅人士的无声沟通 透过慈禧的全心诠释 手语结合精脏 一双双妙手 化为弘扬佛法的法器 我说是和龙雅人士的无声沟通 不知道 我们就不求 不求 滚滚江水向东 那不及生命的良方 因为此为何生命的光光 因为他七名彼死第三难 手语之美 佛教之道气 举手投足之间 摄入人心的力量 无穷无尽